中国人的交友之道隐藏着哪些大智慧 损者在有益者在有 何谓粮食意有 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朋友 不是说朋友圈里面点赞的人多 我认识多少人 这就叫一个真有朋友的人 真有朋友要看落难的时候 朋友说思疏已 朋友之间究竟该如何相处 朋友之间密集道 没有了隐私 这必定是疏远的开始 君子和患无兄弟 通过朋友 我们该如何看清自己 很多朋友 只是你生命这个长篇小说中的一章或者几章 你不能够要求任何人去陪伴终生 余丹交友的智慧 文明之日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文明之旅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可见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我们的朋友 我们应该交什么样的人为朋友 如何才能够交到好朋友 特别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多于择有又是如何论述的呢 今天文明之旅 我们请来了著名文化学者 余丹老师为我们讲一讲 交友之道 掌声有请余丹老师 你好余丹老师 欢迎大家 大家好 请多做 今天我们跟观众朋友探讨的话题 是交友的学问 我想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朋友 那么我想先问余丹老师的是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朋友是如何定义的 朋友说起来可太有意思了 咱们既有那种叫生死之交 稳静之交 但是咱们也知道有叫酒肉朋友 甚至还有个词叫狐朋狗友 你说什么是朋友呢 这个孔子对他的学生 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 叫做损者三有 益者三有 坏朋友他认为有三种 第一叫做有便僻 便僻是指什么呢 是指这个人谄媚 永远点赞的朋友 就是跟你说什么都好 最近微信圈 说有一朋友吧 那个就是给大家发消息 说自己得癌症了 结果底下收了一堆点赞 所以因为都没打开 就看见是朋友 是这名字 先点一赞呗 然后就是这发消息的人 不一催都不得了 说我什么人品 我得癌症 这么准人点赞 其实这些人看都没看 现在朋友圈有多少 都是根本不打开就点赞的 所以呢 有便僻说什么 就是你身边如果有一个人 你说什么他都好 你指路为马 他说那就是马 你黑白颠倒 他说这就是对 一切都阿谀奉承 这没有原则的人 这种人呢 往往没有原则 但有目的 就是他一定是要利用你的 他能够这样阿谀奉承 你身上一定有他可利用的地方 第二种呢 叫有善柔 善柔是什么呢 指这个人两面三刀 就是当面是一套 背后是一套 我们其实都看到过 最坏的就是一些搬弄是非的人 这个搬弄是非呀 就是往往会最后把一些事情 搞得跟一开始的初衷 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呢 这个搬弄是非 我们后来看见 有些标题党也都是干这样的事情 是吧 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 搬弄是非 往往说有的这个领导干部 什么采访 说到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记者上去问他说 你怎么看待这个地方的这个三赔 然后领导问 你们这有三赔吗 然后呢 报纸上去 领导干部一落地 就要求找三赔 然后呢 领导干部就特愤怒 说那个 我没说要找三赔 什么的 然后呢 又发出领导干部说不找三赔 就是每次都是断章取义的 对吧 咱们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段子 这个在孔子说 你交朋友的时候 就不能交那种 古唇弄蛇 就是巧蛇如簧的人 原来中国认为 君子是乐于言 敏于行 言词太漂亮 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我特别喜欢说 苏格拉底善于雄辩 说有一个人呢 去找他 去了以后就说 我来做你的学生 你一定会很骄傲的 因为我现在就已经博文强记 我已经知道很多事情了 你知道吗 我们旁边的那个村子 刚才就有一户人家 闹夫妻不合了 在来的这个路上 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事故了 你过去不知道一些事情 我也知道 我都已经积累了 这么多的事情了 你教我雄辩数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然后苏格拉底跟他说 那你交两份钱吧 他说为什么呀 苏格拉底说 我在教你怎么使用舌头之前 得先教你怎么管住舌头 对 巧言令色 嫌疑人 离仁义就已经很远了 所以呢 找正直的人做朋友 这个朋友啊 人品是第一位的 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教正直的人 因为正直的人说话不好听 对 让人交往起来觉得不太舒服 下不来台 经常会有这样的 经常会是这样的 但是你要真看清 这个人是直来直去的 那么这种人不让你飞太多的心急 这是第二种人 第三种叫有便宁 便宁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种夸夸其谈 那个非常目中无人很自大的这种人 说你是吉利人 马上就会有人说 你们长春市委书记我认识 你们吉林那个省 哪个哪个副书记是吧 然后正常委书记谁谁谁 跟我一块吃过饭 这个你们那儿那个还出谁谁名人 我们俩就原来在一个飞机上聊过什么的 就会有这种 说什么事情夸夸其谈 拉得上拉不上 先去拉一些名人熟人这样去拉 其实这你会觉得 那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你认识那些人 你关注我嘛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因为你认识他们 而认识你呢 他是那种人是寻找一种自信 对 所以夸夸其谈这件事情 不要认为你说的话题越大 别人就听着有好感 有时候做朋友 一定要顾及到对方的感受 我们讲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好朋友在一起 那你们一定是趣味相投的人 这是一个选择的 一个好朋友的标准吗 交朋友这件事情 秘诀不在于数量 在于品质 不是说朋友圈里面点赞的人多 我认识多少人 这就叫一个真有朋友的人 真有朋友要看落难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东晋的这个大师人陶渊明 陶渊明呢 是隐士 不去出去做官了 那么他归去莱西之后 衣食潦倒 常常的这个就是吃不上饭 喝不上酒 所以很多人想接济他 知道他爱喝个酒 但是这样一个没名没分的真名是 有人想要交朋友 而想要认识他 想要接济他的这个人 还是当朝高官 是渡江老臣 王岛的孙子王洪 在当朝做官 以王洪这样的高官 要去结交一个穷名士 给他送酒 我们就想想要今天会是什么呀 先让秘书打个电话 这个哪个哪个领导 要这个送温暖 关怀一下 是吧 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这个领导 那个要接见你一下 是吧 但是王洪从心里觉得 陶渊明这样 可以弃观应归去来西 看到田园将无 就绝今世而作非 他可以元日社已成去 门虽社而常观 这样一个高洁的人 我怎么能够轻易送东西 去折辱他的尊严呢 所以他想交这个朋友 他交的小心翼翼 所以他要制造种种最自然的这种机遇 他就先找了一个跟陶渊明也很熟的朋友 叫庞通知 问陶渊明什么时候出门 陶渊明就不出门 他脚还不好 又不爱交友 老不出门 那得等啊 好不容易知道这天他要出门了 他走不了路 一个儿子 一个学生 两头 担着他 出来了 然后呢 庞通知就在陶渊明出来经过的那条路上 做偶遇着 哎 来一块喝两桌啊 陶渊明本来也没急事 好啊 见着老朋友了 自本在这喝闷酒 俩人喝啊 过去了 俩人喝酒聊天 还得等 这王红啊 为了见他 穿上了一袭白衣 普通老百姓的白衣 就在这路边 潜伏着 等啊 看着 俩人聊得挺投机 挺自然 酒憨而热 这王红才 又做不经意状 路过 庞通知 哎呦 今儿太巧了 又见着一个熟人 你要不介意 咱把他也叫过来 那陶渊明喝酒 谁都不介意 叫吧 叫过来了 认识一下 一块喝 喝 喝呢 还不敢说送酒 就看着这陶渊明 穿的这破鞋呀 都露脚趾头了 试试探探的说 你看 咱见面礼 先认识个朋友 我能送您双鞋吗 陶渊明翘起二郎腿来 那你先量量我脚 这王红说 要不送鞋的时候 我那有喝不完的酒 顺带我也烧点酒 他也好啊 送酒来者不去啊 行行行行 我去给你送酒 这个故事在历史上称为白衣送酒 这是一个高官 像一个穷名士 送的极为谦卑的酒 但是这叫真朋友 其实我们在今天 有没有真朋友 你就看看 在落魄的时候 别人怎么对你 人落魄了 失事了 没钱了 都是一时的 如果他敬重的是你人格 即使高官也会有这样一份谦卑 如果平时平淡若水 但是落魄的时候 默默无语 拉你一把 这就是真正的稳静之交 余大老师你好 那我看论语当中呢 他解释了人生当中的各个重要的环节 比如说说人生有五个村 天地君亲师 我看那五个村当中没有提到 我搞不清楚哪个地方能吸朋友进去 其实呢天地君亲师 正像你说的五尊 是一个人心中要敬畏的 敬畏苍天 是因为中国人的天道天时天理 包括人的良心叫天良 中国人遇到个事也喊 哎呀我的天呢 苍天为上 这是一定要敬的 它包含着法则 大地厚德在物 我们的粮食希望都大力长出来的 所以天要尽规则 地要尽资源 第三就是君 君是人间之王 所以他掌管着秩序 尊君就是遵守秩序 第四是亲 就是中国是伦理社会 家庭的伦理结构是中国最基本的结构 所以要尊敬所有的亲长 最后就是师 因为师道尊严 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 是给人开智启蒙的 天地君亲师 依次排下来 是人生而为人 必须要谦恭尊敬的 但朋友呢 朋友是平等的 朋友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偶像 我们跟偶像不是真朋友 为什么中国人说稳静之交 那就是过命的交情 所以呢 只有平等的人能够做朋友 尊是有高下的 朋友是平等的 这就是他的区别 嗯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 你叫我一个朋友 就是你觉得他是一个好朋友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 甚至几年的这个交往以后 你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好朋友 反而他是给你会造成很多的 一些灾难性的一些后 就是后果 就是所以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 对朋友应该是怎么分别 其实你说人一开始觉得好 后来就发现他不好了 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说明 你越来越看到了他的本质 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 你自己在越来越成长 就是你能够分辨是非了 那其实人跟人 刚一开始 无论朋友还是恋人 最初的感觉 都是一种美好的 然后呢 感受对方的友谊 或者是热恋这种感情 接下来这个阶段 就一定正反和会走向反 一定会发现缺点 很多恋人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就分手了 很多朋友也就绝交了 能不能够有第三段和的阶段 就取决于这第二段 就是你看清的这个人身上 是本质的问题 还是非本质的问题 本质的问题 就是你忽然发现 这个人接近你是抱有目的的 他是想要利用你 你要发现这样的人 那就要当机立断的绝交 但如果非本质的 你说这个人 他心倒是挺好 但是他毛毛操操老过我坏事 其实这种朋友是可以走到和的 所以这不是有一个预言说 一头猪在那个井边上 一个猫掉到了井底下 说你怎么想办法给我弄上去 这个猪很笨 他也不知道找绳子 他就咕咚跳下去了 那个猫就哭着说 那这回都没人拉绳子了 你下来干嘛呀 那个猪说我来陪你 你不是也难得有这样的朋友吗 所以这种朋友是可以走到和的阶段的 也就是发现一个朋友缺点的时候 也会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彻底走向绝交 一个是彼此包容以后 反而形成更稳定的友谊 朋友说思书语 朋友之间究竟该如何相处 有些大姐就是劝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成家生孩子这件事 妈呀 就你躲得过自己妈 你都躲不过这些解决 四海之内借兄弟 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 我们该如何交往 我跟他们说 千万不要看到白发苍苍的人 就上去要扶人 这是人心里最紧的 那么接下来说到 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朋友 我们如何与之交往 比如说生活当中 我们会看到有一种人 他可能用一种密切的交往方式 来迅速的来靠近你 咱们两个成为朋友 这种频次很高的 这种密切的交往 是一种值得推崇的交友之道吗 其实方飞你看 咱们俩来往就不是太密 除了工作之外 偶有的见面 但是心里头特别踏实 你不觉得任何好东西过密 会给人压迫感吗 所以啊 中国哲学 我认为最妙的词之一 就是过犹不及 关于朋友 文语里面 孔子黎克逊 孔子游说过一句 特别深刻的话 叫做 是君朔思如已 朋友朔思疏已 这个朔写出来 就是数字的数 这个字在这就当 特别密切 特别殷勤讲 是君朔 一个臣子 对待他的国君 隐身也可以说 一个下级 对待他的领导 过分的殷勤 阿语 贴身的管他 思如已 这就是你自取其辱的开始了 其实我们最近这一段 反摊 你就知道了什么叫 是君朔思如已 有多少都是跟那个大领导 跟得过紧 甚至为他销赃啊 为他行贿啊 为他做很多非法的事情啊 最后就自取其辱 我们有多少都是下级 哎呀 巴不得跟领导去多献殷勤 那不择手段 比如说 这个下级 想给领导送一双新鞋 他呢 就算好 领导穿44号的 他自己穿42号的 他买一双特别贵的44号的新皮鞋 接领导的时候 自己塌了着 塌了塌了塌了去了 然后到车边说 哎呀领导你看 这给我儿子给我买双鞋 他买大了 这小子也不知道老子脚多少 这么大的鞋我穿不了 您穿多大 领导说我穿四 哎呀 帮我个忙呗 你看我这个车后的 我正好带着打球的球鞋 我还穿过球鞋方便 要不这鞋 你帮我吧 挺老贵的 儿子打外地借来的 我就也没法退了 就送礼送到这个份上啊 那让人没法拒绝呀 因为不是拿礼盒给你的 都拆了包装穿在脚上 明显的鞋号不合适啊 然后包完了以后 塞个领导帮我一忙啊 现在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 而且专门有这种 教这种后黑学的书籍 后黑学 就告诉你如何给领导 告诉你送礼 怎么能挠痒痒 挠到地方 拍马屁 不被人撂卷子 这是真朋友吗 你看吧 一个人心机要动到这个份上 离自取其辱已经不远了 因为当一个人 自己已经下跪的时候 他没有尊严 在仰视对方的时候 世界已经失去了 对他的尊敬 但是很多人说 阿谀领导这个事 咱们都知道看不上 但我对朋友好怎么了 我就中肝赤胆 我就是对朋友好 我天天往你家跑 那就是朋友的什么事情 都要给你去说一说 都要给你帮个忙 朋友说 思疏疑 朋友之间密集到 没有了隐私 彼此之间 已经都互相侵犯了 已经干预别人的生活了 这必定是疏远的开始 所以我们想想 怎么交朋友 交朋友 不是说 要去干预别人的一切 其实呢 估计咱们都会有感觉 就是有些大姐 就是劝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成家生孩子这件事 那简直就是 妈呀 就是你躲得过自己 妈都躲不过这些解决 劝人是有个度的 这事不能强迫 因为其实人人都是有隐私的 人家不要孩子 也可能夫妻关系不好 表面看不出来 这是人家的事 甚至有人不要孩子 可能他生育上就是有问题 那你还真能跟人家说 你去看看病去吗 我因为结婚十几年才要孩子 我是因为贪玩 我也没那么大事业性 我就到处玩 然后最后呢 这个就真有大姐上我们家去说 特别认真 说 看你们两口子感情也不错 你们家也不是穷的养不起孩子 你就别会兵激医了 我看那个现在治那个 不孕不育的医院 还是挺多的 那我们去看看吧 多尴尬呀 这就属于操了不该操的心 后来我说我要孩子 我要孩子真正理由 是因为我爸去世了 我觉得我妈妈特别孤单 我想要孩子了 然后呢 我老公老调侃我说 你就是被人家那大姐刺激的 就是为了证明一下 你还会生孩子 所以你才要孩子的 但这种大姐确实让人非常尴尬 这种朋友在身边呢 跟他交往也不是 不交往也不是 这就叫私疏矣 为什么你要开始疏远呢 就是你觉得你管我管的太多了 你对我太好了 所以我身边真有那种姐姐 我们一块出去旅行 早上我这么大人了 自主餐哈 这姐姐非得给你盛 说小单我告诉你吃什么 给我盛一大盘豆 说这里头有大豆蛋白 有大豆义黄酮 就是你把这一盘豆吃了 我就想吃点别的 你说这姐姐给你盛一盘子豆 这是一种强迫症啊 他想吃 他就觉得你也要吃 我就在他慈爱的目光下 吃了一盘豆 然后就什么也吃不了 就出去了 然后他一路上不断的给你嘴里塞药片 就是什么蔓越莓的片啊 钙片啊 就是都是张嘴就给你扔进去 这种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 妈妈对孩子 我遇到过很多是要爱我的姐姐 我其实我从心里头 我到现在我仍然很爱这些姐姐 因为他们才是中国这块土壤上长出来的 伦理亲情 所以什么是新时代交友之道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隐私 尊重一点 人不至于太疏远 就如同著名的豪猪的哲学 一堆长刺的野猪 大冬天都冷 往一块凑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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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凑 背景的几个嘉宾啊 你没有生发出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刘老师刚提到这几个字 就不同国家来自不同国家朋友 和文化背景 这一点是很重要 我刚才想提到的问题 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提到 我们身边的很多外国朋友 经常我们带他们一起聚会 跟中国人一起聚会 中国人的热情啊 他为了表示一种热情好心 他会老给你加菜 放在你那 可是很多西方人特别不接受 所以这一点呢 在文化差异方面 还是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没有 统一的交朋友的标准 所以呢 杰盖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交朋友先尊重对方 就是知道人家对方 是什么样的背景 每一个人的此刻 都是你全部历史的总和 我去受北京市团市委的委托 给APEC的志愿者做培训 我给他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尊重文化差异 就是你千万别认为 上来就替女士拎手提包就好 你一个大男生上去 非得抢一个漂亮女士手里的手提包 人家觉得这是我的隐私 我就不能给你 你还非得要 再有我跟他们说 千万不要看到白发苍苍的人 就上去要服人家 这是人心里最忌讳的 所以我问马兰一个问题 我到莫斯科的时候 我们还没下车 人家就告诉我们说 你在街上见到多大年龄的 这个阿姨都叫姑娘 叫说小姑娘是借我七个 说大姑娘是借我十个 借我十个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吧 有 对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体会 包括在中国或在俄罗斯 就是你看到一个阿姨 你不要看她多大年龄 然后呢 比如说她上到公交车 然后你正在坐的时候 你要不要着急要给她上座 首先你要看 她有没有口红 就是她如果是磨的口红的话 打扮得可漂亮 她七十八十岁 也不要给她上座 因为她会觉得 你以为她年龄很大 她需要服务 她需要一种照顾 但是她心里不一定是这么想 她心里还是觉得 她很年轻很漂亮 打扮得很时尚 但是你可能看到 年龄四十五十六十岁 但是也没打扮 然后呢 走的走的 感觉特别疲劳 然后呢 你给她上课做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这个就属于会交朋友 对吧 这就属于会交朋友 其实呢 从结盖的问题 转到我问那个 马兰这个问题 这就是文明差异 在尊重差异前提下的善意 才是真正的善意 好 谢谢 荣威 就人生当中 我们会交到很多朋友 但是这里边呢 就有些是交心的朋友 有些只是人是跟她是朋友 但是心不是跟她交代一个朋友 这样的情况上 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呢 其实你刚才已经给出答案了 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朋友 这里面一定是有远近亲疏的 中国人一句老话叫 不如一事长八九 可与言者无二三 也就是说 好朋友的弥足珍贵 就在于数量一定不会多 少知借色 老知借德 人生不同阶段 我们该如何交友 她是自己把一切话 跟我妈妈说完 四天之后 其实 何为友情 到底该如何看待 朋友间的相福相处 借钱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在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成长 那么我想就朋友 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我们在择友的时候 它的标准也不一样 而且我们择到的朋友也不一样 那么比如说人的在青少年 在青年的时候 在中年的时候 在老年的时候 在人生不同阶段 择友方面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所以有时候很伤感的事情 其实是同学的聚会 所有的同学会张罗的时候 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动机 哎呀 觉得小时候的朋友 张罗张罗聚会吧 但有时候同学会 是很残酷的事情 你没发现吗 张罗同学会的 都是混的好的 都是我请大家 但最后不来的 都是混的不好的 其实你说心里头 没有小时候那份亲情吗 而是那份脆弱的童年的感情 无法面对眼前不堪的差距 所以有的时候 不张罗同学聚会 不勉强人 也是一种善意 我现在经常听一些大领导说 我那小哥们 当年跟我一块抢过军帽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那就是那个时候的朋友 但是长大了以后 还能够心心相印吗 实际上 人最后的轨迹不同 我们要面对一个令人感伤的现实 就是很多朋友 只是你生命这个长篇小说中的一张 或者几张 他真诚的陪伴过你一段时光 我们对一切事情不必苛求 有缘陪伴这一张 这已经足以感恩 你不能够要求任何人去陪伴终生 所以一个人的成长 如果不进步 他没有未来 两个人的爱情 如果不共同的发现新境界 一个人前进 一个人平顿 你以为离婚都是因为陈世美啊 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共同语言了 那么三个人 五个人的朋友 甚至一个社会群体 如果不更新不进步 都会拉开差距的 所以成长这件事情 有一句谚语说的好 两朵云 只有在同一高度相遇 才能生成羽 朋友 如果要是在这个高度上 就没法对话了 所以有些朋友 为什么彼此不想再相见 有的时候想一想 小时候我不懂这句话 说与其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河 这句话多么感伤啊 小时候我们会想着 相濡以沫 就吐着沫子养活 你要在一起 但想一想 有江河 为什么不能选择相忘呢 有的时候 接受是什么 接受一个人的出现 或接受一个人从此不见 都是接受 所以有一些人 说我非要找到我原来的恋人 也许 你连最初的记忆都破坏了 我非要的跟小时候的一个哥们 到老还成为好朋友 真一深交就发现不可能了 所以孔子说 人的一生成长 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年少的时候 是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感情容易冲动啊 恋爱容易出事啊 所以小时候感情那么冲动的时候 交到的都是青春热情 毫无功利的朋友 这固然是好 但是冲动过去呢 极致中年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 中年人最怕就是拉帮结伙 拉山头 结朋党 彼此争斗 因为人有资本了 到老年 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 别老觉得我得到的这些东西 我就放不下 人到老的时候 有些东西是要舍的 就是不被所得负累 包括一些朋友也要舍的 很感伤的一个事情 就是老年人 一定要送走一个一个的背影 我作为一个独生女 我送走了我的父亲 送走了他的弟弟 我的二叔 送走了他再下一个弟弟 我的三叔 我送走了我母亲的弟弟 我舅舅 我也送走了我的舅妈 你送太多人了 我送的太多了 所以你们老说独生子 你受多少人宠爱 你受多少人宠爱 你知道 你就要经受多少离别的痛 所以我丈夫说 你这个从小扛着多少家呀 我特别熟悉医院里面 给老人签病危通知 下单子 手术的告知 然后要什么药 就所有这套活 我太熟了 我送了多少背影啊 送人能不能够送到一份坦然呢 什么是真朋友 我认识一个特别有学养的一个伯伯 他是一个教授 他比我妈妈还大一点 我妈妈今年都88岁了 那个伯伯呢 特别精神 谈吐特别清晰 那个伯伯特别喜欢我 就是只要有我的讲座 他追着看 只要有我的这个报道 他全都剪下来 然后呢 他还能给我赶 还告诉我妈妈 说告诉小丹 什么地方要怎么讲 我给他推荐什么书 我妈说 那你怎么不直接跟他说呢 他孩子忙 我告诉你 你告诉他就行 别让他给我打电话 别让他来看我 他从来不让我去看他 后来呢 他得了癌症 他后来生命垂危了 他最后给我妈妈打了一个电话 他特别坦然跟我妈妈说 他当时呼吸很困难 他最后是肺部的问题 我妈妈说 电话里面 他已经说一句就要停一下 说一句停一下 但是还是那么从容和儒雅 那个蔡伯伯跟我妈妈说 说老张同志 这是我给你打的最后一个电话了 我知道 但是你自己好好保重 我们都要有告别的这个时候 我还能清晰的知道 这是我给你打的电话 嘱咐孩子 说蔡伯伯 告诉他要出息 他们正是好岁数 让他好好干 你呢 把身体保养好 咱们这些老人 能让自个儿好 就是对儿女负责 咱现在做不了贡献了 别任性 要扶老 自己保重好 你就这么一个闺女 给她减点烦恼 不用操心我 我到走 我都很快乐 她是自己把一切话 跟我妈妈说完 四天之后去世了 我就想 这样有尊严的老人 会最后给每个老朋友 上气不接下气的 说完她的话 这可以说 是一生交到头的朋友 她不仅对她的朋友好 她对朋友的孩子好 她把自己的人生体验 要说出来 而且她累落坦然 人生各个阶段的朋友 我们在小时候 跳皮筋砍沙包的 那些小闺妮 是无法企及最后 一定要走到这一步的 所以人生要接受 不同的阶段 会有不同的朋友 还是那句话 接受一个人的出现 和接受一个人的从未不见 都叫做接受 只要保持生命的成长 保持正直 善良和温暖的表情 让自己一生 还有拥有朋友的能力 那么用 紫夏劝斯马牛的话来说 四海之内皆修理 君子何患无修理 一生各个阶段上 我们一定都能够遇得着 真心 好 非常感谢余淡老师 做客文明之旅 跟我们分享了 交友的智慧 我们请余淡老师 到这个讲台前来 现场的观众朋友 可以提问 您好 您好 在我们生活中 很多人不喜欢 跟穷人交朋友 喜欢跟土豪交朋友 请问您怎样 看来这个问题呢 谢谢 说一般人愿意 跟土豪交朋友 我们先问动机是什么 无非是土豪比我们有钱 穷人比我们更穷 那前提是这个 你又要问一句 土豪有钱 他肯把钱给你吗 也就是说土豪是不是也在想 不愿意跟穷人交朋友了 所以当你怎么样对待 比你更穷的人 充满了不屑不耐烦 那样一种鄙夷的时候 土豪对待你是同样的态度 特别是大家也知道 土豪这个词 今天不是什么扁保义词吧 土豪就是土有豪名 但是不见得就有真富贵 中国人现在是很多土豪富而不贵 有财富数字 但没有生命的尊贵 所以呢 交什么样的朋友 要什么样的交情 你得问问交上了土豪 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呢 你是给土豪拎包啊 还是给土豪提携呀 当他不把你当朋友的时候 你只有自取其辱 反而失去了真心喜欢你的人 谢谢 林丹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的是就是 朋友之间有时候借钱这件事 借钱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 我跟你说一个故事 曾经呢 有一个大公司的一个总裁 他呢 出门在停车场 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 手里还抱着小孩 跟他要钱 说你施舍施舍 提携我一下 这个我丈夫死了 我的孩子才一岁 我怎么办呢 这个富商特别想给他钱 他有足够的能力给他钱 他有这个仁慈之心 他就问了他一句 说那你自己原来做什么的呢 他说我原来是做财快的 但是我失业了 这个富商说那好吧 你到我这个公司来做财快 我把第一个月工资先支给你 算我借给你的 然后你来工作 结果这个年轻的女人 在这里一直工作下去 然后业绩很好 不断的获得提值 那他养家糊口了 但是这个富翁说 我从来没有施舍给他一分钱 这是他自己的劳动所得 所以真正的好朋友 不见得说一定给你钱 这就叫好朋友 好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 是人性的成全 可以救急 扶危即困 但是没有一味的救助 比起一味救助来讲 给人未来是更真的朋友 不管是如何识别朋友 还是如何交朋友 在古人的这些智慧背后 我们发现主观能动性 实际上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你才是这个事件的主体 如何做好自己 如何选择 如何行动 直接决定了 你交到什么样的朋友 文明之旅 罗亥之旅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